教務長 過方彬木師 他對台灣的近代史非常了解 他有很精彩的演講 讓大家可以了解我們台灣過期的重重的事情 不然我們現在就要開始 起立 教練請坐 各位動心 大家好 這個台灣的歷史 過去我們學校都沒有在教 還有一個 我看到那個 五峰是雞 但是五峰廟呢 他說五峰是假的 覺得很奇怪 五峰鄉 改名叫阿里山鄉 五峰會嫁 五峰是最低層的官員 那村的人不嫁 那都要五百六萬港一堆 所以我就 用心下去研究台灣歷史 有 現在今天是說 日本是來 第三次 第三次 我們像網路 如果 如果 我們民進府的網路 可以直接接一接看 所以我每次講的都不一樣 除了 外公市 可以這麼誇張 那 這個 另外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 是文字的網站 文字的網站 我要發表 差不多一百萬元在裡面 由於給我們時代 到了1945年 到了賣戶 日本日治時代結束之後 我們寫了一份落雷 奴隸 就是我們給人當作奴隸 還是怎麼當的 他後來再說 今天要說的就是 日本時代 台灣人有偉大嗎 沒有人說台灣人偉大 只有我在說台灣人偉大 我有所二人證明 我們實在是有夠偉大 聊聊聽我說 這個水野尊 水野尊是誰人 是這個 頭一輪的民政局長 派來台灣的 向北白川公能久親王的報告 他向北白川公能久親王 是這個 明治天皇的堂弟 他帶軍 為歐隊定六 一個在台北射 台北的時候 當時反應 立軍日還是什麼 台北市 怎麼反應 因為青軍 收歐隊軍馬 差不多玉 青人 沒放到一千 沒放到一泡 全補三港 拿到武器一個台北射 官兵變強盜 來唱台北人的錢 他沒有台灣心 這些人都沒有台灣心 就唱台北 台北亂七八糟 我們台北台皇李春星 在搖車 三個阿毒 James Davidson 頂頂三個 去最頂級就是歐隊 搖車立軍日還是什麼 來保護我們的財產 死命的安全 所以在台北市 還是台北人反應 立軍日還是什麼 現在 接下來他就 這個 他的正式報告 他說 台灣在清條通締的時間 分座兩個改戰 這個改戰 屬新改戰 糾塑人 但是有敵官 就是 敵官的鄉生 特製人 大小豬富 大小雄林 還有 另外一個改戰 是台灣本座人的改戰 到現在差不多了 到現在 差不多是 本座人的改戰 一個是愛台灣 一個是不愛台灣的 差不多了 你看以前的歷史 你就知道說 你的政家 你的負負 判斷的負負 台灣的屬新改戰 還有本座 當座人 換來通締者 當座人 他是通締者 他是通締者 一個是通締者 所不用出來的料白 是不是到現在 台灣差不多多少 這是水月尊 一百年前的報告 一百九五年的報告 中間分數 就是 是個我大名的這個 他們看到 台灣民主國的 架總統 副總統 都選擇杜篷 架總統 唐靖松 副總統 哭豐嘎 架總統就是 頭前剩下四十萬 四十萬兩銀子 要買軍火 要飛去上海的火頭 有飛還是沒飛 我相信絕對沒飛 第一六點 這就是 國家要看的時候 現象 現在 四大基金也是要看的 有這樣的意思 你大家要看 你看這就是知道 現在 同樣在變這個地方 他們還有大中華思想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統一 的思想 那個時候 報告這樣 他 報告 這日本人 報告說 歐國 臣府不堪的那個 封建中國的儒教正統觀念 的思想 這個儒教是 我們現在就說 拜空寺是 最重要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那個 的事情 但是 那是通地下的 的處理 通地下希望 你能做一個公併 做落雷最好 對不對 你如果站在通地下 是不是大家都落雷 我發檔你就去檔 我發塞你就去塞 這樣 這個儒教剛好是配合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 我在說的這個思想 可能對 國有思想的衝擊 但是 你自己要去想 自己要去判斷 我實在說的 對 那他們成立台灣民主國 當選人 他動作 割據台灣之後 那還有一個支付薪水的機關 台灣民主國 所以他沒有把台灣民主國 看作一個國家 他看作一個領錢的機器 這18% 所以這個原稿 黃軍來台灣的時候 台灣的屬心 只有兩項選頂 一個就是 回到中國 繼續救公民 一個就是 跟台灣人 分隊 打成一片 老在台灣 他 這個人 會做我黃軍的英權 他就看到 這個後面 早晚做我們的 馬前茹 這個報告實在是 什麼都很好 到現在就對照 你就知道說 什麼人在做什麼事 但是說到台灣本來的人 愛鄉 愛鄉 義士 愛台灣 這會 在身體 控制的行動 就是台灣人 本對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我們現在叫做本土台灣人 諸多抗黃軍 這個抗黃軍 這個抗黃軍 是 抵抗道菜兜 這樣這樣 跟你嚇的 人拆穿 你拆抵抗道菜兜 這樣跟日本軍在嚇 男人 女兒 也參加 他這個就是 克思繼承了 台灣人 檢索原來的 這個開讀者的心思 這個什麼叫做台灣人 就是你勝任台灣是你的 你的土地 的人都是台灣人 像說在這個清朝的時候 一七八六年 我們有一個新大的 極命運動 叫做林松文 起庭 林松文是哪裡的人 是將軍人 他當要將軍出身 然後走來台灣 他就變成台灣人 他的心 他把台灣看出他的國家 台灣看出他的土地 為了台灣來 被生死命 就是台灣人 現在沒有 現在台灣政府是跟你說 你們老闆是山東人 你身上的孩子就是山東籍 去到山東人 人家叫他代包 他想說他是山東人 所以兩邊都不是人 對不對 所以要注意 這是以前發生 這本隊的人 會意識建強 立場建定 一貫努力開拓台灣 建立開鄉 他不在做這個通體價的公路 公路債 這是社會主流 因為日本軍是台北很順利的 一出台北什麼 就主流抵抗 如果青軍 就走到離開 血統上 本隊的人 跟鄉山人 都熟漢俗 這句話有效果不對 現在我們的血統 百分之八十五 依據DNA算起來 我們是平坡族 有什麼證明 我問一句話就知道了 庭上有聽說 庭上有聽說 庭上有什麼說 大家都知道 怎麼會武股說 對 武股社會 除了那班族 武股坐大圍 你現在不是平坡族是什麼做 你這個團統就是平坡族來 還有一個 我昨天都知道 老伯跟老母結婚 生一個小孩 這樣就百分之五十是 平坡族 百分之五十是漢族 這是價值的觀念 現在 不對 老母的基因 老母的基因比較大 老母的基因佔三分之一 老母的基因佔三分之一 所以繼承老母的思想 基因比較低 比較少 所以我們有八分之五是 平坡族的 所以不要忘記自己是台灣人 再來 這些台灣人 過去的市民統治者 有差別待遇 目前所稱的抗日疫民軍 就是這些本來台灣人 中國本來共同的名字 獲得 所有的台灣人的支持 保衛自己的家鄉 來跟我們建政 這就是 這就是水野村的報告 原本我們在中國的 我們在日本的時候 對其他人 這是日本人在說 有很多研究 因為青國人是有中台的羅蕾軍性 這種羅蕾軍性 原字儒教思想 這句話也是說對 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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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條 萬族的人 會領口 不夠漢民族的一% 啊 佔到中國 統治268年 什麼原因 哪會 漢民哪會這樣衰 哪會這樣衰 哪會這樣衰 爲它 去照耍 少數民族統治268年 不行喚醒 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 它有一個順位就是 儒教思想 儒教思想是 教你什麼 你 均均层层 富富之子 做孩子对老婆的孝顺 等于 这个子子 均均是什么 等于做行对 你的丁丝的孝顺 均均层层 富富之子 但是你有几个老婆 一个而已 你有几个君 你有六十个君 也有三个君 你要对三个君效忠 所以这不对 事项不对 但是对统帝者吃好 统帝者就说 我脖子站起来而已 我这个方位也传给我们儿子 也传给我们儿孙 你们说五八十 这是儒教的思想 儒教的思想 让汉武帝拿出来用 用到这几年 用不算 所以儒教有好处 看到也很多 所以日本人 说说 秦国路 秦国路 这个民众的特性 有利 未来的尖量 这是这样 现在说的楼梯 楼梯性 在台湾 本地人改善这种努力更性 是我们不说没有了解 这是日本人在说的 虽然说是开拓者的社会 但是是一种 很重要的研究 口罪 就要来研究 什么叫做台湾人 台湾人跟中国人不一样 所以 他先尊敬台湾人 跟台湾人叫做台湾民族 哪里 来区别中国民族 基拉民族 因为基拉民族是个 罗里生 代人当的民族 因为 出台北生以后 刚刚建政了 这个 所以他就派一些 政��一些部队来参加英 参加英就是参加英就是这个 参加英就是这个 现在叫做三峡 算是那个地方,三个地方,大口供 但是受到这个,我们台湾人 港国会和王振会,通贷的移民军报卫 死伤过半 所以,日本军就加派 新的兵 组成一个混合铝 来三个地方,救这个日本部队 所以这个,台湾人不说一声就导航 第一,移民军在乌土区 现在也有这个地名 博企人跟警察 手拿,港澳太平台湾 第一,跟日本军做树实战 交到七个日子 移民军才退出三个影 日本军接着三个影 开始放树实战 台湾人 所以,这个地方 看不到大波人 在那边,三夹这个地方 有建一个三峡中魂碑 三峡中魂碑,这样的 这有,够去处理 国民党喔 不处理台湾人 看作人啦 这就是这,这就是这款三峡中魂碑 是这样的 这地方,就是说在北台湾的时候, 他发生了一个战争的地区一大。 啊,现在就说郭彦霖, 郭彦霖, 郭彦霖是谁? 郭政府的老婆, 郭政府的老婆, 算很聪明, 算很聪明, 他就开始拍马屁, 台北和新町有黑车可以通, 到黑车到我身町的时候, 郭政府, 郭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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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彦霖 郭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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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大冠 这个郭彦霖酱两酒,秦鸿, 来, 来到一家 眼罗都放打,怎么来到新的就受欢迎 这个就大受嘉奖 所以日本君在八月吹八 又打 又打一些台湾的地方 然后指向苗栗 就是新的,刷入标烈 本来修的苗栗的老英国的军队 不战而溃,都同样 中国兵,面修前就是溃掉了 看到敌人来,都涮涮去了,不战而溃 县长带到银,走到五岁港 但是,有台湾意识的宜民君 这个时候,在苗栗通宵代价所在 来到他拼 这个时候在拼,有一个吴湯星 吴湯星是谁人?是客人 客人,这个日本人来的时候 他表现到他就是台湾人 因为台湾这条条,他拼死命 跟家庭在万千的时代 不同样,真不同 奋勇应战 那,为后人说到苗栗栗栗 八月十四,苗栗,苗栗轨,就是苗栗七 就叫他禁而已 過一個日,日本軍來到霍羅敦 就是封环禁大家 然後去 為大家,就去通宵萬里 大家 日本軍又為霍羅敦 來彈指 來講台中 這個第一帖子 這個北白川公、冷酒、清暖 自己率領 但是還有一個明時元二郎 我這是有一個註解一 來集費 明時元二郎是什麼人 買手來做的 我們台灣第七代的總督 他 他 他 因為事情 要回去東京 死去日本 但是他的遺族 說他要帶給台灣 大家哪裡呢 大家現在的這個 南京東路跟林申北路 有一個公園 公園 十三號公園 大家那裡 東北日本人來 我們有帶他們去看那個地方 那個墓碑還在那裡 明時元二郎 中華 有請軍頂頂頂 台灣政府 李靖松 在台南 他就 在台南的老英 要求支援 說老英 現在劉坑說 打到台中 你來幫他 打三天 你的軍隊那樣多 打一段來 但是老英 不要讓他 老英 說台中你的 台南我的 你先去前 不去插 這就是中國人的敵勝 不要打 不給一兵 不發一力 如果中部在建議 他就想太平了 所以他說 台中修 李靖松 台南修 老英雄 這個一樣 這些 這些大的 吉他所在的 川軍 跟台北一樣 官兵變強盜 大家都官兵變強盜 沒有要對敵人作戰 只要對自己的人 下去唱 但是這個時候 日本軍就在那裡來了 在那裡 這個時候 他又出現一個人 徐鄉 這個名 徐鄉 徐鄉這個人也客人 客人 客人 他無關一切 轉去跟日本人修繭 所以人在問說 你 你這樣繭 你家裡 沒什麼兒子要怎麼辦 他說 有天到台灣不亡 無倦可得也 台灣亡 黃問家夫 那天有土地 台灣不會亡 我家裡就怎麼 轉轉 但是台灣 沒有 問家裡有什麼事 沒意思 所以 宜民軍 十守八卦山 八卦山 也大錢一張 大錢一張 但是 這個 雲林外長 衛蘭門照去塞下去 然後 轉進中國 轉進什麼意思 就是 一百倍就多 還要前進 那是什麼意思 逃走 走路 這是中國名詞 你愛愛的地方 轉進 有沒有前進 有 轉進 這樣 這樣就對了 我們要前進 轉進 轉進 轉進中國 但是 我們台灣人 是 願人人暫死而失臺 絕不願拱走讓臺 絕對沒有要這樣 輕易地把台灣建設 這個政策 讓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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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軍 很大的 傷亡 這是 白白專攻能久 第一百九五年八月 這個 這個是 白白專攻能久 親王 那時候 大家都流水球 這個 這個 就是 第七林的中毒 那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 都穿一圈 穿一圈 現在 台南 就要建 往台南 開到家裡了 這個 這個時候 還有一個人 要說 福傳之士 就是這個 台東有一個秘書 福鐵花 就是福士的老伯 福士的老伯派來台灣做館 那他怎麼樣 這福士的老伯一樣 不然人家這樣選 也是選 不猜福士那時候 這六十個事情都不說 福士的老伯走 配給十個離台 日本軍 南清 中華之後 他知道說 滾下去 更困難了 所以 調集 兵力 九萬名 三面入侵 台南 就是 王國三民的軍隊 要來打台灣 台南 這個 北白川公 能救清皇 王國陸地 前進 乃木西典 陸軍中將 這是第三任的 台灣總統 他做軍艦 為 南部 榜領領領領 由南向伯 來打台南 榜領哪裡 榜領在南部 好像 高雄一帶的那種 冰洞 榜領 這個榜 一個木、一個方 各個榜 對 榜領的榜 我跟你說 榜領的榜寫不對 應該要寫這個榜 現在寫一個幻 那是伴 榜領不知道 榜領嘛 我們叫做榜領 所以 地名 給大家注意一下 這 有不對的理題 但是 無關 我們知道就好 以後 我們這政的時候 要改做正式的名 不然要改做正式的名 大家再說 還有六軍 中將 福建公爭愛親王 有一個人 帶領一萬五千的人 為 佛隊角 就是佛隊 頂六 由側面來說 台南 還有 日本軍跟海軍常備艦一大堆 八重山 還有一個紀元 下面是我的紀元 紀元不是日本名 紀元是這個 北洋軍的 北洋艦隊的一個巡洋艦 給它研究尾 那 甲午戰爭 中國打書 紀元做 給日本人砍去 現在日本人砍這台巡 再來打台灣 所以這紀元號 我看到紀元號 這名字不是日本名的 這名字是日本人 本作滾子路 來打 要來打台南 要來打台南 這個老英雄 他這個 在要說的時候 有很多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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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餘 我們在 武方 地空 在土口 地空 頂頂的所在地空 老英 知道說 這場戰爭絕對輸了 所以 他就 拜託一個人 那 刀六個 就現在 刀六個 也是這樣 也有一個戰爭 要來日本軍 買手的 奸僚 所以老英国无心收代 就是拜托英国的领导 下一轮配给华山中毒 华山之祭在台北 他说他要投行 他当华山中毒 他就把这支牌交给建队 建队苏联官高导司令官 高导司令官就下一轮配 给他配配 你如果法子来心回物 有他要投行 你就要来我军门哀求 哀求 哀求不用跪 要来跪 我来跪 你如果来跪 我就让你投行 以后你如果上街路配来 我一定看就不必给你看 这个老英国听到这样 搞得很自卫道 他说要控检 就像台湾人来而已 当参人没要跪 当参人哪就为台湾跪 他就没有台湾输送 没有台湾输送的人 你叫他收台湾 还是叫贼守门 不对 没有台湾输送的人 所以他没有要 他就说 要控检日本人 像台湾人来而已 没有人送 他 他想不想不想不通 所以我说外座 找没人的衣 晚上 会按摩枪枪 走 人家说他要帮浪枪 怎么要浪枪 什么叫浪 浪就是滚车 浪起来一下 你要买 买去盆 盆子要浪一个 阿帮浪枪 所以就是说 当参人 没那个意识 没那个修台的意识 那我们现在 就这个 这个俗语 变成的 我们台湾输送的 阿帮浪枪 就是说 这当参人 没有 保台意识 阿帮浪枪 所以现在 注意 有什么人要阿帮浪枪 化妆做阿帮 阿帮浪枪 就走 就是阿帮浪枪 阿帮浪枪 他走到台湾 这个 这个子走很坏 他还有 阿帮浪枪 他的子弟兵 没照顾 所以他的子弟兵 下场悲哀 这就是阿帮浪枪的 老人 阿帮浪枪 其实那时候 穿这个长袍 也是要浪枪 吼 他穿十五三 会更要浪枪 吼 所以 我们现在知道 阿帮浪枪 就是说 当参人 浪枪 就说 咱们 不知是为谁而善 不知为何而善 很厉害 中国人 哪里知 爱受台湾 那不知为谁而善 为何而善 你敢不敢信用这些人 他都没在自己 没在自己知道 所以 他抛弃了他的军队 弃军而去 所以没法他这些人转他的兵马 转到日本海军陆阵队 日本人的纪录是聚焦财务 武器给日本人台湿一千多人 一千多的黑旗军 黑旗军是什么军 黑旗军是中国最佣的一支军队 但是阮南帕跟法国军队少前 少前还蛮有成绩的 来到台湾哪里 都没效忌的 奇怪 饥饿病死的一百十六的人 生还俘虏五千一百人 他们送去 发现金黄的纯粹 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日本人 他又饥饿病死 晚上就没给他吃 我相信连水都没给他们 所以不仅无食物供给 水的供应 可能还是遭断水处理 这个聚焦武器财务 因为这个黑旗军 也是一支垃圾 垃圾军队 他唱的时候就走到成绩的 现在日本军还要唱他 这是这个台湾黑旗军的下场 这就是不敌为自己而战的下场 你既旧也为自己而战 所以他还在说 这军队在准硬 可能也要走两天三天 这两三天里面可能连这些都没有 所以有这种情形 第一百九五年六个岁白 英国伦敦的部队就有 有一张堂 我现在那张堂找不到 那些极军 构筑竹桥土 就是说要怎么走路 先去做一条橋 先去做一条橋 就是知道说 看路就知道说 他要失败了 那日本军 第十个二十二日 就在台南 亲台 亲台 告到这里是出来一个段落 由 五月二到 第二队定六以来 都做五五月一百四十七天到台南 完成台南的 第二队定六以来 这个主流 这个主流 这是我参阅 日本统治下 台湾民族 发生完 运动宿 这是台湾民族运动宿 这一个对台湾民族运动宿 一个叫线殹缓� 元族 这是国际共同兵 这一块 这个线人 年轻的 可以用一支日本政府,來對的那個 那個導使館,去查一些資料 他也有採用張岩縣的資料 這個台灣的工房的檢討 日本人在台灣做前六個月 地區九百五十平方公里 比較沒有一千平方公里 台灣有幾平方公里,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他再降一千平方公里 動用七個師團 中間的兩個辦師團 參加建討人所約五萬 富裔兩萬六千人 賣九千四百隻 海軍幾乎百分之百來接 日本損失一百六十四的人 負傷五百十五的人 化病死的四千六百四十二的人 不過香港人用四十五、三萬五千七百人 上烹到日本,酒魚的兩萬一千七百人 在台灣酒魚的五千兩百人 所以日本人在建這個 來台灣來建 跟那個… 丁匯在說這個… 武淡俠一樣 去武淡俠一樣 去武淡俠 死六個人,七個人而已 但是去到房子正式的,几千月 这气候正硬没适合,是,很多人 日本国禁台北,只花十二的时间,台北是还反映 如果到台南,花六个月的时间,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要去分析 为领导者来看,唐靖松根本没要抗议 他来做台湾民主国的总统是勉强出任 还有刘永福气质内度 所以,来台北只有十天,打到台南要六个月 中阳方面,都缺乏战斗意识 还有,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台湾人不可以 在清掉的时候,不能做兵 只能做用,勇敢不用 只能做用,不能做兵的时候 这个,兵如果缺乏,就要拿钱去大陆,去广东招募 穆德的兵,都是流氓倒肥 缩极极,来到台湾,难以统婆 这些人是要来领钱的,不是要来抗日保胎 绝对不买,为台湾来习生死命 这是说这个军队方面,但是说属性方面 这个乞丰家,禁食出身 成立台湾民主国,那当时他住在内容 也不买率兵复原 看到总统唐靖松,内渡,全港了 选去中国了,台北失线 所以,甲款内渡,就把公款夹了 甲款有多少,这个连横有纪录 和连前的阿公有纪录,又货十万两 云,云十万牛,这样夹去 就是,捐款而逃 那如果去到中国,鱼还可以 过着那个中国四身的生活 好,时间只要到了 这个,林曹董,结局也是很伟大的人 乞丰家,都是过年利益为宜归 所以,日本军来到新的后 都到纯粹的台湾人 吴汤新、徐湘、江少祖 这三个人,都是客家人 他们把台湾动作,他的国家 他的土地,给日本军减返 好,没关系 好,谢谢 空虚日的建政中间 这在中国 中国母国出一个笔也没有 放个屁也没有 来出一个笔来保护台湾 出一个笔就没有 所以,我们台湾 出一个台湾民族应用 甘大塞 甘大塞以后 会来介绍这个人 什么人叫甘大塞 中部军减迫 南部淋硝鸟 这都是我们三个台湾民族应用 这是日本人称为台湾民族装抵抗 所以,利民军都是用鸡头、镰刀、竹毛 竹毛是什么? 帝国下海尖就是叫做竹毛 没黑气,尖十之八九 主要说,我们这些人受过分练的时候 日本军的损失会超级十倍以上 所以,日本人就说 我们台湾人叫做台湾民族 有别于其他汉民族 我们跟其他汉民族不同 我们是台湾民族 所以,日本 日本看到台湾这么厉害 所以,在帝国会议 有人建议 不然把台湾出卖 卖掉好了 一亿立赔 要卖给谁人 法国要占台湾 去卖给法国好了 就要把台湾一亿日弊 卖给台湾 卖给法国 我们台湾人进行 长达21年的武装抗日 抗日不是说 六个月就继续就继续 再继续 再继续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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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对抗中国人比较 一百九五年 日本军入台 那时候台湾人领导 三百万 土地三万六千 平方公里 日本兵 七万六千名 开六个月的时间 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 打中国当百 三千八百六十万人 土地一百三十万 是平方公里 是台湾的三十六八 日本兵 两万人而已 三个月就给你砍掉 这 要怎样算 就是说台湾人的政府以来 如果在中国当百 是台湾人 日本兵不增兵的情况下 日本公 中国当百 应该应的时间 是两百八十八年 结果两个月就给你砍掉 这算法我都算给你 时间 两个月 先兵力 时间是两倍 兵力是四倍 土地三十六倍 林口十二倍 但是兵十二是什么意思 兵十二就是算说几年 这就是他刚才是欧欧欧欧生 就是两百百十八年 所以你想看看 台湾人有偉大吗 这就是偉大的台湾人 所以让我们大家知道 跟我们跟中国人 是不一样的民族 今天说得吃 感谢 谢谢大家 真正差 出事在台北市的梦祖家庭 这年老了 又到这里拼命 又给他一个 铺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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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里拼命 控制 这些人 是不一样的